中国的小米苏7 韩国的IONIC-5N 到底谁更强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堂主 前两天呢我受到了韩国现代邀请 人生第一次来到了首尔 试驾现代旗下的IONIC-5N 这是我第一次去韩国 去之前呢我还专门苦练了一下英语 结果到了韩国之后 我才发现大可不必 机场车站到处都有中文的标识 四周随时都能铺上东北那嘎的 还有山东Coin的老翔 感觉好像是出国了 但又没有完全出 大街上很多男子都会化点淡淡的妆 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可惜啊本人天生丽质 这个素颜就精致的吹弹可破 这一点呢就完全用不上了 另外呢听朋友说 穿着太老实太严肃的人 不让进酒吧 30岁以上的人居然也不让进酒吧 对于这一点我就不是很认可了 我虽然周岁33 但我虚岁只有18呀 怎么了 18岁0180个月就不是18岁了 好了书归正题 我们来正式聊聊武恩这台车 此前这台车在纽北跑了7分45秒的车载视频呢 我已经看了不下20遍了 各种参数也早就滚瓜烂熟了 但真正把它开起来还属于是第一次 所以对于这台车呢 我的感觉就像跟网恋很久的一个女孩 第一次线下面机一样 既熟悉又陌生 我的想法就是过去对答案 这个电车呢 它带着一点声浪 说实话 我短时间之内还不太能适应的过来 但这个车吧 刚上手这短短的几分钟吧 就能感觉出来 这个底盘还是很贱功夫的 之后当然是照例未能免俗的 要进行金卡纳的测试了 我走错线路了 第一次激烈试驾完 我对这车印象巨好 转向手感刹车脚感都非常的完美 底盘刚中带入 唯一的缺点就是沉 2.2吨的车重是电车挥之不去的阴霾 它的马力和扭矩什么的 今天上午我通过简单的测试 并没有说比目前的国产电车强 或者说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亮点 就是在纯动力和加速这个维度来说 但是它的优点是在于 它的整个动力的可持续性 还有它的散热能力 还有它的底盘调教和赛道能力 今天上午我还悄悄的 给这个车测了它的0百和它的616 我刚才测0百是3秒95 测616是6秒27 没记错的话 然后测试条件呢 大概就是76%的电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挺持久的 这个车反正电 哪怕不是完全满电 它也是很有劲儿的 经过实测 在电量70%左右的情况下 它的0百实测是3.95秒 60到160的加速成绩是6.37秒 这两个成绩对于油车来说 肯定起码是百万级别的数据 但是在电车的加速成绩里面呢 却并没有那么突出 不过这个车的卖点 是无敌的散热跟赛道的持久输出 以及无敌的主观驾驶乐趣 当天我们中国一共去了几十家媒体 大家一起共用几台试驾车 这些车从早上到下午 不停地测试加速刹车 金卡纳等等等等 几乎就没有停过 而下午的时候 它居然还能在高环上 跑出262公里毫升的尾速 堪称恐怖 我拍前面 你拍那个是一秒对吧 有逼 我拍一百几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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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多少 这不就是高铁吗 这个是也好散了 这次也好散了 我拍一百几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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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